中国原油期货强势超预期,美国人终于要开始定页盘了。 原创BWC中文网。 原创BWC中文网。 日均交易量更是位列全球前三。 比如,4月24日主力合约SC1809收报447.3元每桶,价格创下上市以来新高。 图片来源Checkpoint Asia。 我们多次提及,中国将通过实现石油、人民币和黄金三者之间的完全可兑换,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打破全球油价规则的西方垄断,实现基于亚洲的原油定价权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上周宣布,一季度亚太地区日均交易量达92.3万份合约,其中原油等能源产品上涨43%。 这表明,中国原油期货已经开始带动欧美等国际市场液盘的活跃度,要知道,以往亚洲时段国际原油市场交易量是很清淡的,且价格波动极小。 图片来源Economy Watch 这就意味住,排名前二的传统两大原油期货市场,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似乎也要紧跟这个以人民币计价的全新原油期货体系对市场的影响力, 而向来已迅速,准确报道国际市场新闻的路透社更是直接认为,许多人预计中国原油期货将与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一道,成为全球三大油价基准。 一位美国资深原油期货交易投资者称,人民币原油期货上市后,我们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交易量也被带动了起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美国交易员终于要开始盯业盘了。 图片来源 Live Mint 而在另一面,也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中国大规模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这样的直接好处是可以节省成本,不用再额外支付对换美元产生的汇率差异费。 当然,现在,对于中国庞大的石油交易量来说,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的意义远非于此。 有外媒称,中国今年料将采取措施以人民币支付进口原油,最早或于下半年开始试点计划,可能会先从俄罗斯及安哥拉的进口原油采购中开始实施。 但是,这就意味着,将导致美元使用需求量大幅下降,更意味着,世界原油交易货币又多了一个选择。 据各国2016年数据不完全统计。 可能很多读者朋友不了解到,和美元、黄金一样,石油不仅是能源也是一种货币形式。 因此,当中国原油期货在朝著实现亚洲的原油定价权过程中,在外汇和黄金储备之外,中国也应该多储备像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此举更将直接有助于对冲美元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事实上,2017年之前,美国都在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石油美元,其核心本质就是要满足自身工业体系和制造业的能源战略需求。 玩 玩 玩